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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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大房子都住上了 哎呀 这房子太大了 定有八十平方 八十二 主要年头盖的早没有供摊 哎呀 这个房子是真不小啊 都快赶上我家厨房了 哎 姐 你家厨房是不是也没有公摊呢 你老师哥这看你村子 老同学 都自己家一样啊 好 千万别客气啊 行 好的 听说啊 那买卖做得越大的人 越缺钱呢 老同学 你要是资金方面有啥缺口啊 行管开口 我都能帮你解决 哎呀 老同学呀 我最近确实有点周转不开呀 我看上了一块地 需要二十亿 你看看能帮上忙吗 什么 太好了 我能帮你出个主意 啥主意啊 别买了 太贵了 我姐夫列个过 一句话给你省二十亿 其实老同学啊 今天来呀 我就是想跟你谈的合作 你看我是搞房地产的 你呢 是搞装修的 看看我这边啊 能不能给你找点活啊 那太能了 那太能了 给我找活最简单的 啥活我都能干呢 那个 你说我是干装修的 你就把装修那活都包给我呗 你看咱俩的装修呗 你都能看 这我拉着我小舅子一起干呗 哦 我看明白了 你俩装的是毛皮风格啊 结果 我说老同学 那个 啥时候能买呀 你俩倒过啥呢 没事 我就问他 我媳妇啥时候能回来 毕竟这个点儿来 我媳妇说的空姐啊 长得可漂亮了 大个 大长腿 我大宝贝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不回来 我都担心呐 是是是 啥时候来 老公 回来了 老公 我回来了 这就是你空姐媳妇 咋的啊 不像啊 别找鸡啊 各位旅客大家好 握手 我是飞机 乘母院 欢迎大家坐飞机 坐上飞机被找鸡 那要谁 他要面儿 还得配一个茶叶袋 最后手起小卓伴 旅途愉快 再来 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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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花两千块钱 姑的样子啊 这两千块钱 挂得多值啊 还会大块半 哈哈 你 你在哪找的呀 中山广场 大妈呀 凑合用吧 就这 那帮老头子 在这还不撒手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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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呵 你好媳妇 你好 那不 你好 这日子让你俩过得 挺有礼貌啊 强劲如瓶 呵 过得更哥们儿 更哥们儿 你都回来了 你别让人都站着 是不是 像自己家一样 都放松 啊 坐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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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哎呀 哎呀 你看真好 哎 这个嫂子 和照片上那个嫂子 长得是一模一样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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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来哈 啊 条件好了 让她出去整整揉 哈哈 哈哈 你这哪是微整的 你这是大洞的 哈哈 说得好 女人怀孕的就变丑 我 怀孕了 我姐 对 我媳妇好像怀孕了 哎呀 哎呀 就一个月了 嗯 都一年多了 啥一年多 呃 四个月 哈哈 哎呀你俩是真恩爱呀 老方啊 我一看你俩这么好 我都有点遗憾 你看想当年 要不是我爸嫌你个矮 咱俩是不是成一战了 当然 姐夫你过来来 那位姐姐你过来 你爸那眼神是不是出差毛病了 嫌我姐夫个矮 哈哈 那么矮多了嘛 我现在老公比他高 你老公谁呀 韩德君 哎 你老公是韩德君 不是 比韩德君还高呢 也是打篮球的 哎呦我的天哪 那你俩是真伴配呀 哈哈哈哈 还行吧 没有你俩伴配 你俩伴配 哪有你俩伴配 哪有你俩伴配 我俩是恩爱 恩爱 老公我回来啦 干啥呢 哈哈哈哈哈哈 咋事啊 媳妇我要说 我跟韩德君学扣篮呢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我一个三部篮 我扣死你 那行吧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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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是我篮球队的 嗯 我们组织一个篮球队 晚上我给他们讲讲战术 战术讲完了吗 走吧咱实地打篮球 走吧 你们什么篮球队啊 还有个空景呢 是咋的啊 是都飞个三分球啊 你好我问一下 你是飞什么航线的 啊我挺自放的 他让我飞哪我就 哈哈哈哈 哎呦我说老方啊 你也太大飞周折了 你说你就为了迎接我 这场面长得也太大了吧 啊 整容前跟整容后都见面了 方向你给我解释解释 咋个事 其实我现在血压有点高 血糖还有点低 血液有点粘稠 总之就是气血不通 说不出来话呢 他说吧 姐 这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 都是我姐夫让我干的 媳妇我相信跟你解释一遍 你就能听懂 那个 是怎么回事呢 他呀是我老同学王思梦 今天来家里跟我谈合作 你不在家 我怕你误会 于是我拿两千块钱 让他顾得他演得你 痛呗 啊 我明白了 你就是那个投资犯呗 那幸亏我今天回来的早 那我回来的晚 你是不是还得演点夜戏呢 等会等 我可盛名一点啊 一百块钱可没说演夜戏啊 有啥事人与舌头 他是不是跑了 我把他抓回来啊 你给我站这 咋个事啊 人家可说了一百块钱雇的啊 我给你两千 那一千九呢 姐呀 这一千九啊 多久我四方钱给 行啊冯相 这些年没少咋呢 冯相 你就是嫂子吧 来坐 说实话呀 这老方啊 这么多年是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要面子 自打我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 这几个人跟我演戏呢 回去陪你演一会吧 给你点面子 嫂子 你也别生气 这个呀咱们都应该理解 男人嘛 都是这个样 我老公也是 是 媳妇 你说这事 也都说通了 原谅我呗 我错了 方向啊 我算是明白了 我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 我以为我嫁给了爱情 没想到我 你把我娶回家 我就是个面子 方向 咱俩就踏踏实实认认真真把日子过好 不行吗 嫂子你说得太对了 嫂子 就冲你说这句话 咱俩以后当姐们处啊 今天我生意跟你谈 你就是思梦吧 对 其实啊 我早就听老方谈过你 你看 这次咱俩才是认识了 那以后常来常往呗 你这么点 晚上别走了 我请你吃个饭 好啊 看着你姐们 什么叫大 女中豪杰 但是 媳妇说有一句话 我必须得纠正你一下啊 你说来了我是一家之主 能让你请吃饭吗 那必须我请吃饭呢 我老同学 这点面子你还是得给我 对 你有钱吗 给你吧 那一千九百块钱 啊 媳妇你太有面子了 我跟你说不仅请吃饭 媳妇我剩的钱 我再给你买点六桂符珠宝 哦 哈哈哈哈 那个 那行吗 那什么你们咱 行吗 外面天冷 你把车提出来走 咱开车去 哎哎哎 姐夫 你车个哪呢 要不开面子去哪 四妹儿有车 还有四季一呢 开啥车去 不你说就我姐夫这书 随谁呢 好吧 咱俩留一个联系方式 好吧 董音欢多加上